作词 李宗盛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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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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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这一个 剩下的都黑了 你再做一个 没了 一会儿你去那姐家 你干嘛去 我换身衣服去你姐那儿啊 你跟我一块儿去 一块儿去孩子妈 我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迟早是姨妈 我姐不是那个一骂就能好的人 她是越骂越生气 所以你去的她只能是火上浇油 就我一个人去的 她想骂就什么就随便骂了 我儿她弟弟她能骂成什么样子 骂完了气就消了 气消了之后你再去 然后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了 那不行 那我更不能让你去了 我去 你不玩了 我怎么跟你白说了呢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那如果咱们俩去了 你想她肯定开口就骂 开口就骂的话呢 我怎么办 三种情况 我不表态 你们俩都不高兴 我表态我站在你这边 那我姐疯了 我表态我站在我姐那边 你都挠了我语 能啊 不过我觉得你说也对 那你一个人去 你注意安全好 够了 太好 我过了 太好 你那火深太大了 不大 十二十八十六 十六 十八 你这炸的鱼子 嘴子还捞什么呀 我这念的昨天那号 中奖号 一个二 一个三就把我给毁了 哎呀 二是第三位是二那个就是大奖 啊 照你这么一说每次开奖 那得有多少人后悔呀 哎呀我本来呀 在家准备的是二 结果到那他们一跟我打仗 一跟我聊天 我给写成三了 一登奖没了 你买这个也就是图一个乐 还想都中奖啊 那话怎么说的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 他不是好士兵 不想中奖的采民 他不是好采民 他不是好采民 我问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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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强数字是多少啊 四 十四 十四 四十四 谁和你的职业有关 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这样 我下回就用这个四 哎 你谁啊 您好 我是来送牛奶的 我们这儿没人订牛奶 您这是大熊郁金香二号楼二零二 对吧 那就没错了 昨天有一位叫宋美玉的女 女士 打电话订购的 配货地址由草场七条转到了这里 那昨天晚上打电话 今天早上你们就送单了 怎么这么快啊 这是我们光明的随行订服务 每天早上七点钟必答 谢谢 行行 再见 哎 姐哥 啥事啊 你姐这次真的生气了 这是我的事 嗯 这两天连唠叨我的劲都没了 我心里很担心 所以才把你叫过来 我跟她说就好了 待会儿你进去的时候 不管她发多大的脾气 你都要冷静 我知道 绝不会醉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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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别叫我姐 那我叫什么呀 我当不了你这种人的姐 你不还是我姐吗 你不还是我姐吗 就因为你这生姐 大学都考上了 我都没敢上 为什么 因为我得挣钱 我得养活你 爹妈死得早 就剩咱姐弟俩 我对爹妈在天职令我发过誓 我要把你抚养成人 我要对得起他们 我要过去给他们有个好交代 我就想给他们有个好交代 我怕你受委屈 我怕我对不起你 你说要去学美术 行 我给你攒钱 给你攒学费 我让你去学美术 别人让我跪下我就跪下 别人让我磕头我就磕头 我给别人刷瓶子 做兼职 因为我拿了钱 就能给我弟弟买画笔买颜料 一分钱 一毛钱一块钱 我拿了都想着给弟弟买鸡蛋 我自己吃钢烟菜我无所谓 为什么 就因为你 你是我弟弟 我亲弟弟 你考上大学了 要到北京来 我辞职 我跟你一起过来 为什么 就是为了你 能离你近点 照顾你 好了 大学毕业了 终于松了口气 你 结果你是三天要辞职 五天被劝退 处处跟人使性子 到处跟人处不好 就为了给你找个工作 我给老孔免费打了半年的广告 这才让你进了他公司 好了 进了公司我想这下好了 可你又跟那羊 那羊那点事我都知道 他走的时候我去找他 我是去求他 我去求那那羊 我求那羊 我跟他说 我弟弟 我弟弟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我弟弟一定能有大出息的 我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你怎么就长不大 你就 不能像个男人那样 担当起点责任吗你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别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最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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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对不起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没过桥吧 他说 那是多少号楼 我等 等一会儿 小葱 我们现在已经进院了 你是哪个楼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小桥的 北边 北边 北边啊 嗯 北边 行 好嘞 帮我拿一下 没事 有点事啊 等会儿稍等一下 行了 行了行了 这我说 这待会儿你就知道 你看你这人真是的 这待会儿 怎么才能小笨 是往这儿了 小葱 漂亮 你在哪个玩儿啊 你这哪里 来来来 来来 拿来 有东西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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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门啊 不好找吧 还行 给你打了电话了吗 不走 换天啊 这拿着什么呀 都是你赵叔 昨天晚上就开始给你炖的牛肉 还有炸的黄花鱼 还有你爱吃的海带丝鱿鱼丝 赵叔 你说你早一点教宋美玉 宋美玉早一点教我 今天不至于 你还要亲自下厨啊 都把你们教会了 我不是早就失业了吗 平时不是上班忙吗 没工夫 这都是现成的 拿出来就吃啊 怎么样 是不是 好吃吧 你赶快把你的眼镜摘了吧 别装了 那梧桐又不戴 摘眼镜干吗 这不是显得特别有文化 我走走 厕所在哪儿啊 那边 这嘴唧你这还吃上了 那梧桐上哪儿了 这还姐那儿了 她怎么不带你一块儿去啊 不是你们要来吗 知道我们要来 还上她姐那儿去 妈 你到底要怎样 我能怎样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把这东西都给冰箱里了 归着齐了 你 你 你住哪屋啊 你们俩就睡这么小的床啊 明天妈给你买个大的 不用不用 大的放不下 我 amen 你们俩都要玩了 究竟是怎么办 忘了 你住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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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的是你吗 这是我吗 你看这小脊梁姑 画得肉糊糊的 多像你啊 我是短头发 人家这个是长头发 你傻呀 这就是他想象中 你留长头发的样 我告诉你 这男人呢 都喜欢长头发 喜欢那温柔的 你以后啊 别一天到晚 傻爷们儿似的啊 你把鸡毛蛋子收起来 我就不傻爷们儿了 你妈就靠着鸡毛蛋子 打天下了 你看看这画的 把小葱画得太像了 瞧 小葱留长头发就这样 给小葱留过长头 别打岔 妈 他跟我好过以后 我就没见他画过画 这是他跟你结回米情 暗恋你的时候画的 他要是不喜欢你 他能画出这么好的画吧 这男人心里边有他都不说 我都看出来了 你说 画上 要珍惜人家的心血 我知道你不想听 但是我还在说对不起 我听见你说你累了 我心里特别疼 你有自己的公司 你要照顾姐夫 堂堂 还要照顾我 我都没有时间打理你自己 我常想 如果没有我 你会不会过得好一点 你管我吃 管我喝 管我穿 管我 工作 可是你们都没有告诉我 什么是爱情 我活了快三十年了 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 罗小聪 我们俩过去不认识 也谈不上朋友 就是因为我们 都遇上了同样的倒霉事 我们把头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 心里都暖和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 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 我喜欢的东西 别人都不认可 我做的事情 别人也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我为谁而活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每天走在街上 我头永远都是低着的 但是我和罗小聪 不熟的时候 他就帮我 他借我钱 他还帮我卖书 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 有自信了 我有自尊了 当然我知道 我知道爱情不可能 建立在一个报恩的前提 和基础上 但是 后来又发生了 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 我忽然特别喜欢看他的眼睛 我怀念他的身影 我每天都想跟他在一起 我每天都想看见他 我看不见他 我就难受 我就想打电话 我都发短信 但是我每天打开电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该写些什么 每次短信我打开了 我写一条删一条 写一条删一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 我不知道你跟我姐夫 每天吵架算不算爱情 你说这个东西它来了 那我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从 你从原则上 从道理上 我们都应该把婚离了 他一直在帮我离婚 离不成的赖谁啊 我不知道你是要让我 娶一个你认可的人呢 还是娶一个我自己 真正爱的人 你说我你累了 你累了就停一下嘛 你要不要跟他聊一次天 心灵气和地聊一次 你就会发现他特别傻 因为他特别单纯 特别善良 特别可爱 我跟他在一起 特别特别快乐 这画一挂上 这满屋子都亮灯了 旁壁生辉这块 小松 你可得知足啊 你看吴统能把你画成这样 一片真心 真是的 我告诉你这可值钱啊 比房子和车都重要 值得保马 保马 以后你们俩要是吵架啊 毁什么都行 这幅画你可不能给毁了 听不见 当代徐卫红啊 有马 慢点慢点 挺好的 那叫走吧走吧走吧 小松那我们走了啊 哎呀 妈 赵叔 你们来了 你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来的 我们都要走了 吴统 你上你姐那儿干嘛去了 你怎么回来了 是我姐给你的 让你收好 给我的 多少钱啊 那 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密码是我生日 你姐不收我气了 早就不收了 赶快收好了 你看人家姐对你多好啊 以后你们两个人过日子 你就得把家庭中担挑起来 不管是经济上的 工作上的 还有生活上的 以后 不管碰到什么事 都别去麻烦人家她姐 拿不了主意的 你跟妈说 别自己瞎做主张 吴统 她要是想欺负你啊 你就告诉我 没有没有 到时候我拿鸡毛胆子 臭她 不是说鸡毛胆子 收起来了吗 太对了 你们走 吴统 我看了你给小松 画的那幅画啊 真棒 给她画得太漂亮了 哪幅画啊 就你光膀子的那个呀 半裸那张 那张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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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撞呢 你的心思妈懂 这 你怎么又把眼镜戴着啊 装着什么 这 你说那么好的画 你干嘛要藏在门后边啊 挂了那么多的图 她得被我给发现了 挂到墙上了 她整个就是蓬毕生辉啊 对 对 妈 我这个 我说不 我告诉你什么都别说了啊 你们这儿搞艺术的呀 那得心里想的 好 和行动上做的 都不一样 我 我 我送了 我送了 没事 我送了 我送了 你刚回来 你这 挺冷的吧 没事 没事 我送了 我送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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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 好好休息啊 有什么好吃的 想吃好吃的跟妈说啊 说 走啊 大老婆给你送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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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了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送你两步 刮 你看 没事 没事 走 走 走 我送 要不然照片你签上我 我 不不不 行了 行了 很有话 小聪啊 你这 已经结婚的人了 以后说话要温柔一点 啊 我还不够温柔啊 那我不够温柔也是你小时候没嫁我 你鸡毛胆子天天打我 我怎么温柔啊 妈以前不是没文化吗 你现在是嫁了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得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好 明天开始我就报一个夜大 你人家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我是认真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还得学着做饭 你看那小吴瘦成那样 你多做点好吃的 把他养得胖胖的 妈 你不知道他比我能吃多了 我告诉你让你学做饭 真的不用 我们小区有好几家炉煮 我还来不及吃呢 什么炉煮啊 你哪里都酱油烫的 是是是 别老说孩子了啊 我说的你记住没有啊 记住了 什么 你脑子酱油汤啊 你这 温柔 温柔 我知道了 他回去了 好好地啊 要是扶着我妈 好好地 别老说孩子 大人啊 你说我干嘛呀 你说我这说他几句 你这鸡一嘴压一嘴的 你真是 谁是新婚夫妻恩爱恩爱不过来的 求你是话的 就是 鸡一嘴压的 是 真的 各位 现在 刘萝 云 事 作人 你什么时候画的呀 你什么藏着 你是不是第一次 你是我第一次见到后就喜欢我 你傻呀 你喜欢我你跟我讲 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是 对对对 是我不好 我那个时候不在状态 你要原谅我 我知道你喜欢我长头奔扬 你也是我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跟你留长头 你留很长很长 你没必要吧 等什么呢 什么 你今天表演不好 完全不在状态 我们把那幅画拿走呗 为什么 过去画的不好 不好 我喜欢 我先给你画一幅 我没有 我叫这儿 我叫这儿 你 我叫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窝啊 我结婚了 那你祝贺 祝贺 但是 糖发完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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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找我有事啊 是 那走吧 走吧 走 什么事啊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跟你信息相关 跟我 对 但是我把你忘了 我给公司的 这是 我的书卖出去的 书卖出去吗 而且一本都不是 意料之中啊 意料之中 公司毕竟为了那本书花了那么多宣传费嘛 当然 也算你有财 有财 不错 好啊 好啊 那 那我应该拿的板税呢 板税 小五啊 现在行业那么不景气 当初公司出这本书也是花了大钱的 咱们不算这个宣传费啊 什么什么人员开支 办公费什么的 公司现在是赔着钱的 没所谓 孔总 我们来谈谈加印吧 加印 咱们 咱们刚刚刚说好的就是 如果这本书全都卖光的话 我们就加印 那个时候是说好的百分之六的板税 没所谓了 但是我现在想加印之后 莫英昂提高两个板税 百分之八 所以说 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把合同签掉 我问你啊 你的书上当当销售派好吗 你的书有书店追着家伙吗 你有粉丝来信吗 你还是有记者追着你采访 不是 是公司的销售不利啊 销售不给利 是你书不好 销售那次也没用 我就习惯了 咱们一下子就把书卖了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 你还会觉得 是 是我自己往外掏钱把书买回来的 这个不好说 自欺欺的人的事啊 咱可千万别干 我的书是卖出去的 你怎么不信我呢 我信你 你要是信你自己 你何必在我这儿窝着呢 早就不想在你这儿窝着了 好啊 你随时可以走啊 如果没有我姐的话 你早就走了 是啊 如果没有你姐的话 你早就走了 你早就应该走不回 我走了你不要后悔 我绝不后悔 你太容易后悔了 我绝不后悔 你怎么站在你里边 我愿意 机会 宜然 我愿意 了 你不肯 我愿意 林峰 今天董事会的议程很重要 你必须参加 我去了也是摆设而已 你不拿自己当摆设 别人就不会拿你当摆设 那你就跟他们说 我的意见给你一致 拜拜 找掉的东西 这结婚和不结婚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能看出来 那哪儿不一样 哪哪儿都不一样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像我这没房没车没长相的 哪有女孩愿意跟我呀 睦睦 你别着急 这个人各有命 所以我的命 掌握在你的手里呢 我 我已经结婚了 而且我是你师父 我们年龄差那么多 你 大哥 你也不是我的菜 我是说像你身边 有没有那样合适的 给我划了 你来呀 我身边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善良 孝顺 开朗 活泼 不外勤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就挺好 你还说我不是你的菜 你过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你这这这事咱以后不讨论了啊 我是一直拿你当兄弟的 那个真是拿你当弟弟 在说 不是 你别闹了 我是说像许杰 那样的 和 或者像他之类的 都行 许杰 许杰有难吗 他不也没结婚吗 是不是 喂 我等会儿 我出来给你说 赶快吃点 我严肃的 你想着点 你说吧 走 有一个坏消息 你一定要挺住 有什么事 我照着你 天塌下来我照着你 你 你 你不问问是什么消息吗 我妈说了 除生死无大事 说吧 我自由了 什么自由啊 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 从明天开始 我再也不用八点半准时打卡了 再也不用看老公的脸色了 我再也不用跟那些 没理想 没追求 整天混日子的同事们 天津上班了 我想操事就操事 想完期就完期 曹五 你老公辞职了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我觉得你只好就 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叔叔 你放心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支持你 而且是无条件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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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一会儿我早点下班 然后我们叫上陈昂 许杰 一起庆祝一下 我的GTR改装空间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帮我改 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需要一个理由 你聋了 你说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改装的地方这么多 干嘛非跟我较劲啊 这跟你没关系 我就需要你帮我改 听明白了吗 又聋了 我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好 畅哥 你需要改装车呢 还是要泡你用啊 我也是泡你的手艺 你想多了吧 对不起 姐的手艺 未成年 摸我们收车 点什么 点小葱拌豆腐 然后小一个 然后小一个 点一个金酱肉丝 金酱肉丝 点一个豆酱 豆酱 这个 许杰 他愿意跟我做 去去去去 走走走走 谢谢啊 大画家呀 他怎么来了 马上要火了 我告诉你 一户画好几百万 厉害呀 你到时候别一人独吞了 人家如同以后交友得慎重 你听到时候那话是朋友说的话吗 聪哥 说实话 我应该早来了 咱家出事了 怎么了 就那个那个水管又漏了 又漏了 老滴水 完了我又换一大螺丝新买了一个 十一块五毛二 谢谢啊 没事没事 干嘛干嘛 记上 记上 这也是 不好意思说 那个切入正题啊 今天我来呢 是代表我们俩 像你们俩 因为上回那个火锅店那事 表示道歉 不是 什么人物关系啊许杰 你们现在 我跟你很熟吗 你为什么代表我吗 你是你 我是我 不是他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 允许你表示一下感谢 我允许了吗 允许了 允许了 就是他 他惦记他那貂皮大衣呢 他倒一线 倒一线就完了 就是貂皮大衣的事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那件貂皮大衣上万 你知道吗 因为你 全给毁了 今天要不是看着梧桐请客 看着这两口子面子 非让你赔偿我 你 你 你怎么还好意思让我赔偿 你那是报应 你说什么 我拿到梧桐 我拿到梧桐 那是这样的 那个 要吃饭咱们在这吃 要是想要开展 咱们换一个地方 我本来是来吃饭的 现在呢 看他表现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来 那个什么上酒的 我一定好好表现 那咱吃我好了咱 不吵 不吵不吵 真的 咱不吵了 好好地吃个饭 好 我就免购吧 那那个 你给许杰打个口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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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